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知道泽口镜子当年有多红 日本警示厅发发给市民的安全带提示贴纸上都有他的头像 而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标杆之一 被称为昭和时代最后的美人 1965年 泽口镜子出生在日本大阪 父亲是普通职工 却丑女甚家 母亲是家庭主妇 却学历偏高 所以泽口镜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而且那种温馨和教养让他一生受益 小超的他唇红齿白 又如洋娃娃一般若人喜爱 19岁那年 他参加了东宝灰姑娘选美大赛一举夺魁 顺利成章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东宝灰姑娘选美大赛是一个颇为特殊的选美比赛 目的不只在于选美 也是漂亮姑娘进入演艺圈的敲门砖 泽口镜子是第一届冠军 给这场比赛开了个好头 后面的历届冠军也基本都在演艺圈大放异彩 而泽口镜子作为前辈其心图更是令人现眼 他有着雅致清淡又不乏精致的五官 更有立体感十足的面部轮廓 是淡影系和农演系恰到好处的结合 所以才造就了这张堪称神作的面庞 不过泽口镜子可不是普通的花瓶美人 他有理想有抱负 进入演艺圈去想以演技说话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拿到选美比赛冠军的那一年 他就出演了电影《刑事物语三》 嘲骚之师 如果说到他第一次被大量中国观众所熟悉的话 应该是次年主演的电影《姐妹泼》 再之后则是别了李湘岚 凭借着讲好的面貌和出色的演技 泽口镜子很快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他饰演的是一名成长在中国 并把中国歌曲和文化带回了日本的歌女 剧中无论是身穿中式旗袍的他 还是穿着和服的他都美得无可挑递 让大众感受到了极致的东方美学 也因此他成功带动了一股和服热潮 他成为人们心目中最美的和服的穿着者之一 不少习惯于穿现代时髦服饰的年轻人 也纷纷模仿他的装扮 再加上他质朴醇厚的演技 将一个勇敢坚毅的日本女人 演绎得十分真实 深入人心 凭借这部作品 接连斩获多个奖项 除了在演艺事业中 屡盘高峰之外 他也掩耳优则唱 虽然发现的专辑并不多 但也很受欢迎 尤其是他的首张唱片《再见了恋人》 直接卖出八十多万张 如今来看这个数字算不上夸张 但不要忘了 这首歌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所以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惊人了 他如一股青流般在日本走红 在我国也是名声大噪 他是张国荣 徐克甚至爱着的偶像 邓丽君也曾翻唱过他的歌曲 不过他的传奇人生也不过刚刚开始 虽然砸口镜子并不甘愿只做花瓶美人 但初衷的相貌 的确为他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砸口镜子被称为 昭和时代最后的美人 不是没有道理 他不仅是美 而且很有特色 我们说他的五官 杂入了淡影戏和农演戏的特点 所以令人过目不忘 事实上 砸口镜子的气质 也同样兼职了 现代女性的自立自前 和日本传统女性的温柔心境 成功地扩大了他的受主范围 而且不得不说 砸口镜子真的是太会长了 他的漂亮是毋庸置疑的 难能可贵的是 砸口镜子的长相 又恰好符合日本人 对美女的定义 偏幼实系的长相 看起来就极具亲和力 微微的爆牙 似乎是女生脸上的败笔 但却令他的五官更加生动 每人三分爆 这句话用来形容他正合适 也是因为这样的神言 他火爆日语的那些年 成了时尚杂志的宠门 在一火辣大胆出名的日刊中 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一张足够美丽的脸大 就已经吸引了无数消费者 当然和他的事业相比 不少人难免对他的感情生活 更加好奇 虽然单身至今 但砸口镜子的感情经历 其实很多人关注了重点 尤其是在他风头正式的那几年 追随者更是无计其数 比如当时还是皇太子的 德仁天皇就公开承认 砸口镜子是他的梦中情人 但显然砸口镜子 对德仁天皇没什么感觉 不然如今 或许已是日本皇室中的一员 除了天皇的公开表白之外 曾经的世界首富 第一名也追求砸口镜子多年 只是最后仍未能抱得美人归 天皇和首富都不曾打动他的心 所以人们自然好奇 他究竟喜欢怎样的人 他的美总是会让男人产生欲望感 是一种所有男人都想娶回家 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形象 他的眼睛眨一眨 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痴迷 他的相间耸一耸 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心动 他的日本和服传达 也曾在女生中引领了一部热潮 他的身上既有温柔显静的成熟美 又不是清纯无侠的少女气质 只想感叹一句 长成这样 真的是上帝对他的偏爱吧 他仿若一个完美无侠的女神 每个男人都想拥有他 每个女人也都想成为他 明明可以靠颜值轻松度过人生 他却偏要勉强自己 闯入演艺界 并不断精进自己 他摄影的角色从长发仙女到乱世红颜 每一个角色的精髓演绎 让他在人们心中始终拥有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 就比如他的成名作《酱油的女儿阿湘》 他是那个表面波澜不惊 但实在内心情感强烈的酱油姐姐 他的单身可爱 令无数观众们喜爱 这部剧曝光是在日本为他带来的极大的曝光 后来直接引入我国 也信了不少粉丝 他主演的姐妹波 依旧是引入到我国的一部剧 里面的服装道具非常简陋 他饰演的女主角色 基本上都是素颜出场 但是即便这样 择口镜子的素颜依旧成就了一部戏 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部戏的出现 而更加喜欢他 逐曲物语中 他扮演了女子竹鸡 一举手一抬头之间都是仙气十足 活脱脱一个露入人间的仙女 美得不可逢物 而无数色的他依旧活跃在大屏幕上 拍照自己的剧《科蒐炎之女》 这个从1999年开播至今 连载了整整20集的日记 如今择口镜子的感情生活依旧成迷 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得知答案了 57次的他依然没有传出任何婚恋的消息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只是说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活跃在荧幕上的演员 其实这也不能看出 尽管择口镜子给人一种温温柔柔的感觉 但本质上是一个懂得自己需要什么 也还有自己想法的女性 毕竟年轻时信誓旦旦 表示拥有呼吟换事业的人不少 但真正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却是凤毛麟角 泽口镜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内心的强大有点分不开的关系 因为哪怕是普通人成为不婚族都需要一定的勇气 甚至是去面对流言蜚语的重伤 更何况他是公众人物 当然事业上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更充足的底气 不过他的成功可不仅是因为老天爷赏饭吃 更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 像是在2016年的时候 泽口镜子又拿到了第27届 日本最佳珠宝搭配奖 不能说这个奖项和他本职工作的熏陶没有关系 可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算得上跨行了 年过半百 却依然能够保持这样旺盛的学习力 结不结婚又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虽然岁月从不拜美人 但还有一句话叫岁月不饶人 但从容貌上来讲 某年的泽口镜子肯定无法和年轻时候相比 而且娱乐圈向来是美人辈出 泽口镜子虽然保养得到 可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相比 已经是美人迟暮了 不像曾经那样能够厌贯群芳 但是容貌上的些续衰败并没有夺取他的光彩 反而是时间的魔力 又为他徒增了几分魅力 只需要静静地站在那里 就能够让人移不开目光 现在泽口镜子仍然活跃在影视圈中 仅是在去年就有一部电影和两部电视剧上线 这也证明观众从来都没有忘记他 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事业上的这份执着 在生活上的那份洒脱 才能够成为众多日本女性羡慕的对象 某间的泽口镜子不像初见游乐圈时的懵懵懂懂 目光里也多了几分自信和坚定 而这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什么是真正的美 年轻时候的泽口镜子固然倾国倾城 是无数男男女女羡慕的对象 而我却更为他57岁的容颜而迷碎 时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此时此刻的他 身上更多了一些拒绝世俗的坚定 和处事不经的坦然 就像有句话说 一个人真正的高贵 是深入骨子里的优雅 容貌可以改变 但灵魂不会 岁月无情 美人终将耻目 但无论过去多久 我们都会一直记得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还有chemical 你优惠 管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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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